我们录个线,就是从接线 好,开始吧 咱们冲接,是不是? 你就这么说吧 短路走抗,就是和测负载损耗一样 高压侧接,变压器的高压侧A,B,C 低压侧,短路 然后在每个钳子上这个线 每个钳子出来两根线 一根电压线,一根电流线 这是A,B,C,三项电流 这是A,B,C,三个电压 每个钳子的这个电流线 比较粗点的是电流线 接电流插孔 A向接这个U,A,I,B向接U,B I,B,C向接UC,IC 接线比较简单 然后这个仪器测试呢 咱们主要是输入这个 变压器参数里边的一次电压 二次电压 和变压器容量就可以了 这容量是50 主要就是这三项参数 其他的可以不用管 点击开始测试 这是它的那个电压电流参数 然后可以看完这个它的组抗 这是测试出来的组抗 三项 嗯 组抗感抗和那个电阻和组抗电压 百分比 这就出来了 操作很简 操作很简 可以点击结束 点击开始是测试 点击 看着数据稳定之后 就可以点击结束 然后可以点击保存 这保存成功 这保存位置是在咱们这个 存储记录这个序号里边 刚才咱们存储记录这个序号里边 刚才咱们存储记录是14 这个记录就存到14号记录里边 14号记录 这边这是可以往下拉看这个存储的这个数据 这个测试 选择这个小 咱们小存的那位置就可以输多少 然后存储的这个记录 可以单独的点这个删除 是删除这条记录 比如说咱们再存到 存到上边的一个 第一条记录没有 咱们存到第一个记录里边 把这个改成1 保存 现在再存就是存到第一条记录里边的 可以存到21 然后到这我点开始 结束 结束 保存 这时候它就存到第一条记录里边 这边就是咱们存的那些数据 然后想打印第一条记录可以点击打印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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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几条记录 就可以打印第几条记录 这是打印的结果 当然也可以插上油盘 用这个导出 把这所有的数据导出到油盘上 从电脑上去看一下 谢谢大家